生活不优渥 还能够慷慨住院真的很不容易 屏东一位快91岁的老荣民 妻子住疗养院 儿子是听障 但是他仍然省吃紧用 日前将所存的100万元送到屏东荣民服务处 要给其他困苦的荣民还有荣卷过个好年 慎兴令人感动 提着塑胶带坐上摩托车 快91岁的老荣民郭正清就这样骑了一个小时 把袋子里的100万元现金送到屏东荣民服务处 要捐给其他困苦的荣民 谦虚说捐的钱不多 帮助很有限 这位老荣民其实生活并不优渥 家里环境打扫的一尘不染 生活用品简单 妻子住在疗养院 同住的儿子则是听障人士 服务处原本不想收下捐款 但老荣民很坚持 社区邻居说老荣民三十多年前退休后 还是努力做其他工作 平常也省吃俭用 连身上的衣物都是穿儿子不要的 没想到辛苦存下了钱 是为了帮助别人令人感动 记者王建村 许正俊评东报导